记者苏永耀台北报道 针对庆富案 总统府昨晚清查后指出 庆富造船董事长陈信南 副董陈伟志 在105年9月曾副总统府 拜会总统府第三局局长李南阳 及时任新南向办公室主任黄志芳 黄志芳今早接受广播连线访问时说 这是正常的会客 他决无为此向府方或军方有任何联系 黄并强调 如有任何联系 我不完全责任 司法行政及政治责任 对于与陈信南父子会面 黄志芳说 他之前因为出国在外 并不清楚庆富安的新闻 在返国后即主动查了会客记录以后 就跟总统府里面的同事连联系 因为正风单位也在查这个事情 我们昨天中午与正风单位取得联系 正风单位也将他的说法全部记录下来 黄志芳表示 新南向办公室每天都会接见很多产业界与工商团体的行程 只要是跟新南向业务有关 原则上都会同意接见 当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谈跟印尼造船合作 以及印尼摩罗泰岛开发案 至于列雷建案 黄说最后他陈清南带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只闲聊抱怨 黄志芳强调 当时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会客 被问到有无将陈家的抱怨 向府方高层军方 甚至在总统本人报告 黄志芳说 当然没有 这与我的职权无关 主持人追问 如被查处有任何联 戏怎么办 黄志芳强调 如果我跟军方有任何联系 我负完全责任 司法 行政及政治责任 黄志芳表示 他在去年9月23日后就没有与陈信父子联络 昨天案情已经相当明朗 高雄地检署也约谈陈伟志 陈伟志也还原他们到总统府与他会面的情况 主要是响应新南向政策 交换相关意见 最后他父亲有顺便抱怨银行付款的问题 我没有正面回应 这与他昨天向政风处的说明一致